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平安 感谢主 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今天的 读经运动反思 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求你 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来领受你的话语 带领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明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 阿们 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爱慕上帝的话 我们将阅读的圣经是 诗篇119篇的 145到176节 兄弟姐妹们 试想当您正处于被 自证者当局逼迫的情势下 您会感到恐惧 因为你在更强大的势力面前 会显得无能为力 在此同时呢 您也会为自己受到了 不公平的逼迫 而感到伤心 在161节 讲到 首领无故地逼迫我 但我的心畏惧 你的言语 这就是诗人 无缘无故被逼迫 被追赶的时候的感受 本应该保护和所谓弱者 和受被逼迫者的众首领 却是成为了逼迫诗人者 然而 诗人接着 道出他心中所畏惧 所顾虑的 仅仅是上帝所说的话 这表明呢 诗人非常上帝 相信上帝的话 以至于他只有对上帝 和上帝口中所说的话 带着掌精和敬佩的态度 而且已超越了 在后面追赶他的众首领 所带来的胁迫感 接着在163节讲到 谎话是我所恨恶 真贤的 唯你唯你的律法 是我所爱的 诗人将谎言 以上帝的律法做对比 上帝的话诚然是真理 是诗人所爱慕的 凡事不符合上帝的话 就是谎言 谎言是诗人所憎恨 所真贤的 作为信徒 你是否以对上帝的话语 对谎言也怀有同样的情绪吗 有很多基督徒 缺少研读圣经 所以容易被异端或错误的教导所欺骗 甚至被欺哄人的恶作剧的报道所吸引 诗人对上帝的话语的热爱 感动了他 向上帝发出赞美 在164节讲到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赞美你 在这个七这个数字 可以代表完美 也可以表明 诗人赞美上帝的频率 当承受众首领的逼迫 和种种谎言冲击而忠实 诗人从未停止 高举和敬拜真理的上帝 在165节讲到 爱你律法的人 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 对于喜爱上帝化的人 上帝必赐给他们 属灵的大平安或安灵 则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兄弟姐妹们 来吧 让我们就敬上帝的宝座 祈求他赐给我们一颗 敬佩敬畏他话语的心 祈求上帝 加添我们对话语的爱慕之心 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赞美上帝 愿上帝 愿上帝所赐的平安 充满意赞美上帝 祝我们的爱慕之心全意赞美上帝 祝我们力量来面对生活中的任何挣扎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税 亲爱的主耶税 感谢你的话语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 磕目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也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当我们不懂或软弱的时候 也求你赐力量给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